郭富城先生澳门出席捞金活动 开罐跑车的他改开摩托车上阵 在台上围绕两周晒技术 不过细看之下 他停车的动作其实还是挺外行 原来他是无证开车 因为妈妈嘛 因为妈妈也盯住我 开摩托车会比较危险 然后也为了妈妈不要让她担心 所以我就没有去考这个牌 因为如果我考牌的话 我一定要我一定会开的 因为之前我做了一个持战的活动 一个床商 我喜欢的一个品牌 他送了一台车给我 一个摩托车给我 然后本来要放在家里面 做一个展览品 然后来一个车也太大了 没办法 然后所以就放在停车场上面 而且但是就没有去考牌 早前有报道指 郭富城搭上国产 26岁那么夜稀奇 女方更夜叹城堡 在郭富城家中 逗留30小时才离开 但没等媒体开口求证 郭富城已经不下回应 其实无聊的一些东西 当然不要不回应 搜狐视频娱乐报报 香港报道 大家好 我是汉林 于晨静 你现在收看的是 搜狐 文字幕志愿者 给你的